- 近年来我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势头,可谓是十分迅猛的。 自从2012年开始,海军的规模城报发是增长,就是在这一时间段内,我们拥有了航空母舰这种大国重器,同时,完全意义上的国产航母和万吨大区,也开始了建造工作,即将正式装备部队服役,但在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背后,所带来的问题是万万不可以忽视的。 除了之前爆出的军舰嫌好不够用这个问题之外,还有军舰舰员的短缺,这个问题是非常致命的。 过去的军舰,除了雷达和声纳这些最基本的设施,在军舰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的信息化作战设备,军舰的数量也比较少,才不到50艘,然而现在可不是这样了。 每年都以平均10艘现代化军舰,交付部队的速度在飞速发展,军舰几乎进入了全新息化水平,作战能力可谓是全面制的飞跃,这也给军舰的舰员提出了更高的招收要求,难免会出现舰员不够或舰员难以胜任作战掌位的情况,这必须是要引起军方的高度重视。 曾经一战时期飞速发展的英国海军,就出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,给军队的作战带来了很大的不便,未来符合要求的舰员短缺,很可能会成为治愈海军发展的最大因素,因为从目前国家对于海军建设的态度来看,海军的建设是完全不缺乏资金和各方面的支持的,在军舰方面上的缺陷,时早都是会彻底弥补的。 然而,人是决定武器发挥的真正因素,如果一旦出现人手不够用的情况,若不能及时解决,将会是一个致命的隐患。 在战争状态下,这一点,就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。 所以,中国海军必须提前做好海军院校的培训工作,不让人成为制约武器装备发挥的因素。 海军可以考虑军地联合培养的模式,在职业院校中成立联合培训班,作为有力的海军后备力量,同时加强海军高等院校的招生力度,以此来为海军培养出更多的现代化作战人才。 现在的中国海军,可以说是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,离国家建设成一支世界一流海军强国的目标,只差一步之遥,但必须要时刻认清和美国这些传统海军强国之间的差距,并积极追赶,只有这样才能始终立足于不败之地,历任YL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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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